大家好,今天去唐人街,现在在地铁上 唐人街好多小店都有卖这种衣服 穿上后很容易吸引到异性 唐人街的水果摊,水果比较新鲜,生意还好 这一侧是蔬菜摊 这家饰品店店面非常小,仅能容下一人 这位阿姨不知道在卖什么,就一小盒 旁边阿姨在卖粽子 唐人街的水果摊,生意太好了 一些区域也是两头白摊,行人走中间 另一端的水果摊,一个客人都没有 与建筑融为一体的壁花 这位阿姨在卖很细的葱,好像是野葱 老外水果摊,华人排队购买 在这个桥下,有一个流浪汉搭建板房 另一侧 在桥上,顶角那里是一群老摸流浪汉居住的地方 近距离观察了一下,有两个在捂着被子睡觉 一个人在做饭,一个人目光呆滞,望向远方思考人生 因过竹院逢僧化,偷德浮生半日闲 这首诗第一句,终日昏昏醉梦间,就好像在说桥上的那群老摸 这里住了一个人,在店铺的入口处暂居下来 等店铺租出去后,他还要搬家 第三,这是纯正的粤诗英文 点心 这幅壁画只能简单的看一下 不能深究 各花入各眼吧 唐人街的职业介绍所 这里好像还有一家星岛介绍所 如今都关门了 现在都是网络找工更方便 这下,连给别人介绍工作的人都没工作了 这边是一条十分狭窄的暗像 女孩子路过这里很容易被卡摇了 桥下成了天然的店铺 前方有一个流浪汉 salt 卡子 corr 云 只是 aqui 我 dated 歼 罢 芮 钭 学 finance 威 这边有一个华人醉鬼在公园放火 有多少钱啊 这边有一个白酒 我们是便宜的啊 我们是便宜的啊 我们是为皇帝 我们是为皇帝 这家是唐人街非常有名的烧腊店 华丰快餐店 门口常常排队 今天我要试一下它的口味 如果我觉得不好吃 你们也不用再买了 到我了 看一下家务表 买了一个双片饭 我们去公园里吃 公园里好多人都在这里吃饭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双片饭 这边是烧腊 这边是烧鸭 闻着是真的非常香非常香 好 我现在要试一下了 大家好 现在我们来试试这个瓜方的快餐 哇 它这一份真的非常多 我不知道能不能吃完 闻着那个味道是挺香的 这是我第一次吃它的 我先尝一下这个烧腊吧 看看好不好吃 哇 它这个肉挺肥的 哈哈哈哈 好吃真的好吃 怪不得它那里每天都是排着很长的队 哇 它这个烧腊好吃 好吃 法拉圣的烧腊烧的会非常的干 第一餐吃的时候还好 如果你第二餐放在微波炉里面打的话呢 就会非常的干 它这个呢会非常的比较嫩 挺好吃的 哇味道真的很好 嗯 好吃 它有饭 有烧腊 有烧鸭 还有白菜 像旺角二八呀 它会放一点青菜 放上两根青菜 意思意思 这个白菜呢也ok啊 也就是ok 好 烧腊是不错的 那现在我要尝一下这个烧鸭 哈哈哈哈 好 我随便尝一点吧 它给了一只鸭腿 这个鸭腿呢 这个皮它烤的还真的是比较脆 真的是比较脆 我这样插的话 都能感受到它这个鸭壳是比较脆的 我尝一下鸭肉啊 哈哈哈哈 超级棒 真的超级棒 这一份双拼的 是5块7毛5 5块5 7块5 7块5 sorry 哎真的很好啊 我觉得很好吃了 超级超级 它这个烧腊跟这个烧鸭 搞的真的是太棒了 它还放了两勺的卤汁 我尝一下这个卤汁吧 这个卤汁没有旺角二八的卤汁好 它这个卤汁稍微的有点甜 像旺角二八的是咸 它不是很咸 但是它的味道是咸的 这个是有一点甜 我不太习惯吃这个甜的 还好还好 OK啊 哇 它这个烧腊真的好 烧腊真的好 好吃 我觉得我会把烧腊吃完 但是它这个肉有比较多 我现在再转回 救护车了 如果是警车的话 我可能会过去拍大新闻 如果要多辆警车 想的声音很大 可能真的有大新闻 但是 就一个救护车 我觉得没啥意思 先吃饭吧对吧 也会 ganz进行 掀罐 Чтобы控制好 就来两 hatten来看看 就在这里 这股车给我来了 就不知就停在这里了 他这个等于是送上门的新闻 对吧 在这个公园里 那边有一个人光着上半身 下半身有衣服 他穿了一条内裤 一个男的 但这些人里边 看不到有不好的 看不到有那种躺在地上的 这里一排椅子 后边还有一排椅子 几乎都是 都是吃饭的 这就非常好 我这是好像第一次 在公园里吃饭 感觉真的不错 感觉不错 这个肉实在是太好吃了 我本身像我从顺旺大饭店 从旺角买的这个烧腊 还有从在那个世界书局 新华书店那里 还是世界书局啊 那里对面有一家叫富豪啊 叫啥 我在那里也买过 然后在 就是还行 只能说还行 但这一个真的是好吃 可以对得起好吃两个字 其他地方的 它是一个合格的烧腊 但是味道呢 没有这个好 可以讲是没有这个好 这一家真的好 怪不得它门前排队 能排那么长 有个密封 刚才有个密封 我最多一次被三个密封钉摇 又来了又来了 看到密封没有 那次盯着我两个背上咬了两下 胳膊上咬了一下 三个密封 我要少吃一点肉 吃点鸭肉吧 老吃这个猪肉的这个烧腊 我觉得不好显肥 你看这个密封 看到没有 这个白菜我想多吃一点 白菜好吃 对啊 它这鸭肉好吃 我要吃一点鸭肉 真的好吃 7块5 我觉得它还能再涨涨价 这样呢 它的 切肉的这两个师傅呢 可以 不用那么辛苦 我支持它涨价的另外一个原因是 我不住在这里 我就偶尔过来吃一次 它涨到多贵 也跟我没有太大关系 对吧 我支持它涨价 支持给这个 切肉的师傅 涨工资 涨两倍 这样排队的人少一点 师傅的工作轻松了 然后也没有少赚钱 我觉得这个是双赢 真的 而且我认为它的生意 不会因为涨价而少掉 它涨一块钱是OK的 涨到8块5 OK啊 它最便宜的才5块5 我觉得在法拉上已经没有5块5的开餐了 对吧 已经没有了 不想把烧鸭全吃掉 但它这个烧鸭真的也是很好吃 这咋弄的 对了 这个华峰快餐 强烈推荐 真的强烈推荐 真的非常好吃 秒杀其他 我吃过所有的快餐 真的棒 加皮 嗯 嗯 嗯 我一口气 喝了将近一瓣的水 太腻了 好吃是真的好吃 但腻也是真的腻 我还能再吃一点吗 这个还有多一半呢 但是我不想吃了 但它真的是很好吃很好吃 它就是有点腻 吃是真的好吃 但是我不想吃了 我觉得太腻了 想减减肥 吃点白菜吧 要不然要不是等会儿够饿 诚 小名 好好吃 不能吃 コ tactil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小公园里边老门比较多 吃饭的是华人 华人在吃饭 哎呀 我真的不能吃了 哎 好了 好了 看啊 剩了这么多就不吃了 不吃了 我再减肥 白菜 那个青菜基本上就吃得差不多了 还可以 可以 挺好的 这个纸我留着 好了 拜拜 拜拜